为2018台中国际花博暖身台湾兰花产销发展协会这天 在丰原阳明大楼举办2017台湾兰花大展 网络全省将近百位的兰友展出600盆的兰花 而这一次全场总冠军是猪仙屡兰 一盆有7只花梗 而且花面都朝上 足足让培育的兰友花了5年的时间才实验成功 拿着相机对焦锁定 民众拍了这株兰花可不简单 品种是仙屡兰 一株有7个梗 而且花面都朝上 是全场的总冠军 他今年状况不错 他开了5梗 总共有28朵花 之前因为他累积了5年的养分 这5年都没有开 他在今年就一次绽放 为2018台中国际花博暖身 台湾兰花产销发展协会这天 在风云阳明大楼举办2017台湾兰花大展 瓦隆全省近百位的农友 展出600多盆兰花 种类分成4大类 来展现台中育种栽培的成果 主要是分成4个大鼠类嘛 就是蝴蝶兰 加德利亚兰 然后拖鞋兰 还有其他的兰鼠 那有从很小很小的兰花 到很大很大的兰花都有 那来这边展示的兰花呢 其实以珍奇独特为主啦 主播那位表示 5号展出期间 民众只要捐出6元 就能参加摩采 有机会抽中2万元的现金红包 让民众大保眼服务 口袋也能满载而归 记者李贾拉中 惨不道